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章表述的观点是 禁止这款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将对美国和全球事物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文章提到 3月7号 跨党派众议院委员会以50票赞成 0票反对的结果 通过了禁止TikTok的动议 3月13号 众议院以352票赞成 65票反对的结果 通过了禁止TikTok的法案 拜登总统在前一周的国情咨询中表示 如果国会通过法案 他将签署提议的禁令 在现如今深度分裂的美国 两党能够对关于禁止TikTok这个社交媒体巨头议案上达成一个几乎共识 还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和技术格局下 两党能对中国或类似复杂全球问题的任何广泛共识的达成 都可能是因为异案受到了美国国内各种理由的深刻影响 禁止TikTok的主要理由是国家安全 支持TikTok禁令的人认为 这款应用程序源于他的北京母公司字节跳动 因此有可能被迫充当中国政府的舆论宣传工具 人们担心中国政府可能利用TikTok的数据收集来推进他的议程 或者散播有利于中国而对美国有害的宣传 然而 国家安全的论点缺乏证据 对数据泄漏的担忧可以通过法律和技术手段来解决 比如要求数据在国内存储 更令人担忧的是 如果我们讲国家安全逻辑 应用到TikTok这样一个中国的公司的子公司身上 这可能会扩展到中国移民 那么 我们是否应该考虑禁止中国移民 或要求他们切断与祖国的联系 在涉及具有中国背景的个人公司和组织时 应该在何时以及根据何种标准划定国家安全问题 禁止TikTok的第二个理由 是为了保护美国未成年人的隐私和健康 担忧TikTok有可能以有害的方式影响美国青少年 由于青少年代表一个国家的未来 而TikTok的影响堪比危险的后门 这种禁止可能被视为关闭有危险的后门操纵 此外 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全球范围内 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公共健康问题 事实上 中国的抖音 也就是TikTok的对应产品 已经是数百万中国青少年和老年人沉迷其中 达到了可怕的数字流行病的程度 然而 禁止TikTok并不会解决 与青少年和公共健康风险相关的问题 年轻用户很可能把时间转移到其他平台 比如YouTube的短视频 Instagram Facebook 以及其他各种应用程序上 更危险的是 通过消除中国因素 对提高公众意识和发展基础设施 以帮助学校和家庭管理前所未有的信息内容 及其潜在的有害影响的投资动力 也将同时被削弱 禁止TikTok的第三个论点 是基于互惠原则 一些人认为 由于中国限制了对Facebook和Google平台的访问 并实施了中国防火墙 美国有权利 有理由做出相应反应 然而 这种逻辑在多个方面 都存在信息理解问题 首先 在中国政府强制实施互联网审查 Yahoo遵守了 而Google退出了 Facebook从来没有获得过经营许可 其次 中国的政治体制 旨在维护单一党派的主导地位 而美国则是一个多元民主制度 其繁荣依赖于开放信息和多党派平存 最后 中国严格的信息管控机制 使它似乎无法摆脱 有国家和社会内部产生的系统脆弱性 TikTok的命运现在悬而未决 无论是被禁止还是继续运营 它影响可能比禁令的支持者 或TikTok用户的支持者 所争论的要有限 然而 该禁令背后的根本原因 与中国的所有联系的安全化 更倾向于监管 而不是削弱数字内容危害 以及审查信息载体的新倾向 可能会对美国和全球 造成长期且难以挽回的伤害 谢谢收听飘香腾电台 我们下次再见